雪莉酒是可以调鸡尾酒的 只好喝 这样被我带入坑的雪莉酒 又可以变得花样喝了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又来到我最喜欢的调酒环节 很久没有跟大家录调酒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怀念我的翻车调酒 四款雪莉酒我都做了不同的尝试 我那天试酒没差点醉在家里的厨房 但是我这次就选了两款 我觉得最好喝的雪莉鸡尾酒 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调的 是用Manzanina这一款雪莉酒 来调我们的Bamboo竹子 那其实这款雪莉酒是有点历史的 在1900年之前 被一个日本的调酒师发明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口味 会比较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那材料其实非常简单 有我们的橙子苦精 甘味美丝 还有Manzanina雪莉酒 还有一点橙皮 最后作为装饰 那在我们的混合杯里面加入冰 加入几滴的苦精 加入大概40毫升的甘味美丝 再加入60毫升的Manzanina 我们给它搅一搅 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好喜 最后呢再加入一点橙皮作为装饰 我们的Bamboo竹子雪莉鸡尾酒就做好了 适应环节我等了好久 其实这款Bamboo我觉得有一点Martini的那种意思 你看颜色也是这种浅色的 但是用雪莉酒做出来的鸡尾酒 因为它的酒精度比较低 就所以没有像Martini用勤酒那样做的刺激 竹林 我仿佛置身于竹林在里面静坐的感觉 非常的清新 那我觉得这款呢是很适合平时不喜欢喝那种 非常刺激酒精度的鸡尾酒 或者是不太会喝酒的Manzanina 这一款就是低酒精版 又超级清新好喝的Martini 那第二款教大家的雪莉鸡尾酒 是用Oraloso这个风格的雪莉来调的 其实这一款我是受到Helmington Punch的启发 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 但是我觉得这款真的是太好喝了 它有一点像old fashion跟whiskey sour的结合 但是又有一点像栗子奶茶的味道 我真的是爱了这一款 大家一定一定要去试 所以呢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up to date 比较现代一点 那我们用到的材料呢有伯爵红茶 这是我刚刚自己泡了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 然后我们需要柠檬汁 简单糖浆苦精 以及任何牌子的威士忌都可以 还有我们的Oraloso雪莉酒 Shaker里面加入几滴苦精 加入大概10毫升的简单糖浆 再加入15毫升的鲜榨柠檬汁 给它一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威士忌的话我们加45毫升 然后加入我们75毫升的Oraloso雪莉酒 最后再加入我们30毫升的伯爵红茶 我怎么觉得我还没有翻车 好奇怪 怎么没有翻车 What's wrong 给它好好的摇一下 拿一个杯子放一个大冰 逼个马上就有了 有没有 我竟能闻到那个杏子杏仁栗子干 栗子的味道 再我们加入一点点柠檬皮作为装饰 这样我们的Up to Day现代就做完了 那我们来试饮一下 由Oraloso雪莉调的Up to Day现代 从味道上我就闻到那个糖炒栗子梨汤 还有非常香的威士忌的味道 而且真的这一款就是古典跟威士忌酸的结合 好喝 真的没有任何酒精感 我觉得平时我们喝的O fashion古典就酒精感很重了 这呢是酸酸甜甜栗子 还有那个茶 那个茶的味道 这个就是喝栗子茶饮 那这一期的两款鸡尾酒你最想试的是哪个呢 是竹林呢还是我们的Up to Day现代呢 在公屏上打1跟2告诉我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这两款都太好喝了 这人生为什么这么难的选择呢 为什么要选呢 我全都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